剛才也有提及過比亞迪電子公佈了一個貴積之後跌了 其實我們在Chart Room 都有人留言想問 只要是205比亞迪電子的 它是43.1重貨 它說之前大星沒有放到 現在看到業績那麼差 應該怎樣 41.5 對 43.1 43.1 怎樣操作好 因為現在都二十多元 是 我想暫時就說一句 要回到利物價真的難 因為一來本身過去這大半年 你看到比亞迪電子的股價都是差 很明顯是長期押著軍線樓下 就算過去這段十月份所謂的反彈 都沒有站穩在十二十天線樓上 現在又再穿底 所以整個空頭排力是未改變的 但剛剛Irene簡單講了一個規矽 都很明顯是比預期為之差 而且至於比亞迪電子 因為它本身都是一些 類似手機設備的行業的公司 其實真的很受著 生免短缺的問題會有影響 還有本身他們這些 都叫做是生產做廠 除了整個供應鏈 會受著生免短缺 是騰騰騰騰騰騰影響之外 其實它自己的生產都面對著 剛才都有講的規矽 就是那個能效商號的問題 就是有限電缺電的情況 就是很多不能夠正常生產 對於他們的盈利是一定有影響的 就是你一來單 你想接都接不到 你都生產不到 或者交貨都要遲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對於盈利的預測 一定是一個下調 所以變成那個估值 就是隨著盈利的預測下調 你的估值一定是倒下來的 自然股價一定是割的了 所以你看到一個走勢的 明顯是跟著整個畫面 整個故事這樣走 我想真的要回到你的盈利價格 會比較難 你唯一可以做就是 等大人上去 如果重貨就真的減榜 唯一可以做就是這樣 因為你真的錯過了一個 可能原本有錢賺的機會 那沒辦法 這些沒得說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回到大概28元 在28元邊這些位置 可能考慮真的減榜會比較好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不減 我怕大人之後 其實就再減低一點 到時來講 可能那個調整壓力 就會再深一點 是,好